柳家为少爷娶亲,五魁是柳家短工,蜂蜜背着木搭去狗子平接新娘,在回乱的路上他们稍作休息,少奶奶蒙着花头巾,迎亲的几个小伙子戏削着他,少奶奶揭开头巾,冲五魁他们笑了,远处有一群骑着马的人朝他们走过来,是白风寨的人,马扫求他们能够放过新娘,但是白风寨的人要定了新娘。 五魁带着少奶奶一路狂跑,还是被追上了,五魁抵不过白风寨的人,眼睁睁看着少奶奶被带走,马扫跑回柳家,告知少奶奶被抢,柳家少爷想要取弹药和武器去要回少奶奶,却不小心摔倒,引燃弹药被炸死。 柳家夫人悲痛欲绝,没想到守寡这么多年,儿子也这么早离躺而去,五魁去白风寨想要回少奶奶,他来到白风寨的窝点,找到寨主堂景,告诉他如果娶了少奶奶会被嗑,堂景给了他一晚多久试探,看在五魁重情重义的份上,堂景让他带回少奶奶。 五魁离开的时候,和白风寨的弟兄结下了身后的友情,五魁背着少奶奶回到柳家,柳夫人给了他重赏,五魁觉得气氛有点不对,马扫告诉他,柳家少爷死了,因为少奶奶被抓去白风寨,柳家夫人想要证实他还是不是清白之身。 晚上的时候,柳夫人抱着一只鸡来到少奶奶的房间,检验完少奶奶清白之身后,给他们办了一场阴阳婚礼。 婚礼过后,即使刘家少爷的葬礼,少奶奶从此成了寡妇。 柳夫人叫人雕了一个木雕,让少奶奶每天供奉着木雕,连睡觉都要带着木雕一起。 五魁对刘家有功,被设为长工,负责磨豆子,做豆腐。 白天见到少奶奶在洗衣服,五魁绷着她打水。 因为五魁救过自己,少奶奶对五魁的印象很好。 五魁不小心看见了少奶奶领口敞开,有些不好意思。 少奶奶赶紧裹紧领口,有些脸红。 五魁没有衣服可以换洗,少奶奶回屋找少爷以前的衣服给五魁。 五魁看到少奶奶送她的裤子,很是开心。 这件事被柳夫人知道,有些生气,说要从五魁的工钱里扣。 少奶奶没有反抗的能力,只能默不作声。 少奶奶每天守着空房,还要和一个木雕一起生活。 心生不满,在一个雨天,少奶奶终于熬不住了,就选择出逃,跑回娘家。 亲家将女儿送回柳家,并向柳夫人表示,以后女儿要是再回去,自己也会亲手再把她送回。 柳夫人让下人给了亲家一些豆腐,当做回礼带回去。 晚上,五魁来到少奶奶的房间,要她讽宽心,不要再自寻短见。 少奶奶伤心地哭起来,五魁有些不知所措。 她走到少奶奶跟前,想要安慰她,正是少奶奶一把抱住她,要五魁带她离开这个地方。 五魁也是喜欢这少奶奶的,两人在情难自尽的情况下发生了关系。 窗户只捅破,两人偷偷地在一起了。 五魁陪着少奶奶去庙里给少爷过几日,一个算命先生看五魁有心事将她招呼过去。 他告诉五魁,和少奶奶在一起使不得。 五魁心里一直想着算命先生的话,开始处处躲避少奶奶,对少奶奶也不再哲戒。 少奶奶看到五魁对自己的态度不好,找到五魁问她原因。 五魁让少奶奶不要为难自己,少奶奶处处和柳夫人作对,连饭都不吃。 马嫂送饭菜到少奶奶的房间,提醒她要见好救收。 五魁决定要离开,被少奶奶碰见了。 少奶奶叫住她,两人不舍地抱在一起。 鸡蛋也有风,两人的事情还是被发现了。 因为少奶奶败坏门锋,受到了祖上的刑罚,五魁也被打了一顿赶出家门。 五魁被赶出来之后,想去投靠白风寨。 当他到了白风寨的时候,发现所有人都被杀死了,堂井也悬梁自尽了。 整个白风寨被燃起的大火烧成灰烬。 看到这悲惨的一幕,五魁十分伤心。 转眼一年后,一群人骑着马从山丘上经过。 他们来到柳家门口,上前敲门。 柳家的门开了,一个人走了进来,是五魁。 这时候的五魁已经成了白风寨的新寨主了。 他走到少奶奶的房间,打开门。 少奶奶的双手被铁链盯住,一看就是每天守着木雕,手劲折磨。 看到是五魁来了,少奶奶的眼里又出现了光。 五魁把他身上的铁链退去。 五魁命手下给柳家夫人准备好绳子,让他了断自己的生命。 麻嫂等人跪在五魁的面前求饶,五魁已经铁了心要为少奶奶报仇。 让手下给夫人留个全尸。 五魁背着母搭,少奶奶穿着红色的衣服坐在上面。 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。 在他离开柳家大门的时候,看到了柳夫人自尽的模样。 就这样,五魁带着他离开了。 封建的思想禁锢了人的脚步。 少奶奶是不幸的,同时又是万幸的。 当他再次离去的时候,是幸福真正来敲门了。 柳家夫人最后以悲剧收场,虽说有些可怜,但也是可恨在心。 但愿往后余生,五魁和他的新娘能够忘记双筒,获得重生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。 喜欢的朋友们,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